大家好,我是阿俊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面油的做法 无论是做菌汤、豆腐汤、鱼头汤 汤里面加入一点面油 做出来汤喝起来特别的香 首先准备大蒜一把 用刀切成蒜片 切好放在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根杏鲍菇切成两半 然后把它切成厚片 再切成粗一点的丝 最后把杏鲍菇切成小粒 切好和蒜片放在一起 准备一个碗加入300克面粉 再准备一个碗放入300克食用油 下面我们开始制作面油 首先把食用油倒入锅中 再倒入切好的蒜片和杏鲍菇 开小火把杏鲍菇和蒜片炸香 一定要炸出来杏鲍菇和蒜片的香味 炸成金黄色慢慢的倒入面粉 一边倒一边搅拌 把倒入的面粉炸香 这时候一定要开小火不停的搅拌 防止面油糊涡 看到面油整微黄色就差不多了 再倒入100克自制花生酱 大家记住油和面的比例是1比1 然后在小火搅拌两分钟就可以了 一道做汤必不可少的面油就做好了 我是阿俊 每天一道家常菜 喜欢的记得点个关注 所以有两个乱味